各位分享一下就是那个叫做色彩的配置 你看其实我们每一个版本 微软每一个版本都给你一个不同的就是色彩的搭配 那么2013是比较方便一点 2013的话它那个色彩 就还好 当然你也可以每一个都去设定了 但是最重要的一般大家最常遇到问题 不是一般的文字的色彩不会设定 通常最有问题就是超连绩的颜色 你有没有发现 你看哦 假设我在看网页 那我把那个网址把它复制下来 把它复制下来 那你贴到简报里面之后 它贴进去超连绩的颜色 常常有个不是我们要的 那你要怎么改它 比如说你看哦 来我们从这边 我刚刚有复制一段超连绩哦 把它贴进来 好 这边还没有做超连绩 我把它连绩一下 把它做一下超连绩 超连绩 就连进来 好 你发现有没有发现 只要变超连绩它就变颜色了 对不对 万一我不喜欢这个颜色怎么办 好 再把它选起来 再改颜色 这是一种方法 但是万一没有好多格的时候 这样就是痛苦的开始 对不对 所以要从根本做起来 直接从它的配色去改 可是一般大家比较少去注意到 你看一下右上角 你这个地方 我从这边进来 旧版本 它是在那个右上角 就是有一个叫做那个色台配置 但是新版本现在在这边 你看一下有没有一条设计 上面这里有一条设计 你点一下 把这只点一下 它里面已经有内设好几个 但是我们爬爬爬爬到最右边 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叫色台 你点了之后 它里面其实 新版本的好事就是给你很够选择 万一如果你觉得 不喜欢你可以挑 可是我现在就是说我要去改 那你要怎么样改 你往最下面 有没有一个叫建立新的 因为这里面都没有你喜欢的嘛 你可以把它建立一个新的 这个时候呢 你看一下 有没有看过 我们前面那个都不用看没关系 但是超连姐你要会找 就找下面这里 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叫超连姐的颜色 超连姐有分两种颜色哦 一种是什么 没有去过的 这是第一种 一种是已经去过了 你看我们看网页的时候 是不是这两种也会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刚变超连姐会变蓝色的吧 是不是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说你如果觉得 啊我这个超连姐的颜色不喜欢 你就从这边来讲 比如说我希望我的那个蓝色 我想要把它换一下 我想要把它换成 比较这种 深的蓝色 那如果去过的 也帮我换一下 换这种 这种就好 如果没有问题 我就按储存哦 储存 好 请问 我的超连姐颜色有没有不一样呢 对不对 那超连姐的颜色是就像这样就可以做好了 好 你可以从这边像这样点进来 这个 像这样就可以自己做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其实 你如果透过这样的设定的话 不管你以后在哪一个页面有超连姐 每一个都会到这个 都会到这个 这样解决了吗 好 所以你可以先找一下这个位置在哪里 因为真的我们平常最常看的 就是大家其他颜色都会改 就是超连姐的颜色不太会改 所以你可以稍微尝试看看 打看看在哪里